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美地表现出了那个性格内向 却十分有天赋的教师杀人犯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张丹丰 作为老张家的丹丰同志 自从出道以来就受到观众们的喜欢 虽然近些年来张丹丰在出演的影视作品之中一般都是演配角 但是他对于演技拿捏得十分到位 也慢慢成为了人们心中实力偶像派的代表 丹丰同志出演的各个影视剧也是十分出彩 例如《贞观长歌》《新环书格格》 《夏家三千金》等都足以看出丹丰小格格的厉害之处 第三位张家的演员就是大名鼎鼎的张震的 说起张震 现在的他早已经是我国的一线男演员 是绝对的实力派 张震在武打电影之中 除了真子丹能与之抗衡之外 其他人根本比不上我们的张大少爷 当年的一代宗师 让观众们记住了哪个长相帅气 身上充满了正气的男人 之后的绣春刀更是让人看了之后热血沸腾 如今的张震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在今年甚至担任了嘎那电影节的一个评委 由此可以看出张震的实力和地位 最后要说的便是张家的张静 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的老婆特别出名 叫做蔡少芬 其实张静近几年的发展也是不错的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 他的粉丝也越来越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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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